Activity 其實呢 因為我這個版本好像Duck 就是 Enjoy 的那個說明文件 已經都會出現 所以你優標放上去 它會有一個說明 然後你優標再移到中間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邊可以展開來的 其實什麼叫Activity 這邊寫得很清楚 當然不過都英文的 英文要稍微好一點 那當然你如果看不懂文字的話 請你往下看 這個圖怎麼看得懂吧 這個就是Activity的生命周期 那我們一般用最多的 就是當Activity被執行的時候 就是我們Run這個Project之後的話 它會有個什麼呢 Uncreate Uncreate在哪裡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Void Uncreate 當什麼呢 當在Activity呢 它被創造的時候呢 會執行什麼樣的程式 那我們程式要寫在哪裡呢 就寫在Uncreate之後的話 它會把Layout Layout裡面的Man有沒有 把它呼叫出來 程式呢 就寫在這個下面 寫在這個下面 那至於裡面呢 這個生命周期 怎麼去Run 那我想這個可能說來話長 你裡面的話有蠻多的說 我想這短時間沒有